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你 可以停 大姐 大姐 停 停 昨天你把我带到国色天宵 灌我喝了酒 等我昏迷以后 你自己一个人走 你想要干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 昨日女儿确实带着妹妹 去了国色天香茶掌 深夜寒意浓重 我便请妹妹 喝了几杯区区寒 谁知妹妹不胜酒力 喝了几杯就醉了 我便让陈掌柜 安排了上房 让妹妹休息 我把一切安排 妥当了才离开的 可今日妹妹如此这般 女儿也不知道为何 你撒谎 我没有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找来陈掌柜问问便知 是啊 把人叫来 把人叫来 你更不清楚 是啊 还真是 我看看 可是 这姑娘的名声 我只能不能够 我不想 老爷 老爷 你杀了小人吧 小人大意吧 小人该死了 老爷 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快说呀 说呀 说呀 昨晚 九楼客满 陈院外的公子 非要让小的 躺出一间上房 小的不知道 二小姐在里面 就让陈公子上去了 今儿早上 伙计收拾房间时 没认出二小姐 所以 就 就给扔 扔出来了 老爷饶命 老爷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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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成龙子 拿着成龙子 老爷饶命啊 老爷饶命啊 小的以为 屋内的是国策天香的 裴酒女子 因此轻薄了她 小 小人可并不知道 是扑着的二小姐啊 大人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个好东西啊 下月 下月 下月该死了 可是小人病不知情啊 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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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下月 耶 啊 啊 太后 昨晚我看到的不是这个人 他们在搞什么工 大人 想得求大人 将二将近下架到城中 想得定他 都被 嘛 哈哈 好一出大喜 我看啊 这就是玄妃给闹的 原来是我的玄妃 妹妹 虽是庶主 也不至于下如此毒手 汐儿 瞧瞧你干的好事 你对得起你妹妹吗 爹 是 是汐儿不好 我害了妹妹 子晴 你原谅姐姐好不好 都是姐姐的错 要打要骂都冲我来 是吗 大小姐 你倒是下手挺重啊 你爹说得没错 这一切 确实都是你的错 他打人你没看到吗 是 是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妹妹 你嫁到陈家以后 姐姐一定会补偿你的 还想让我嫁到陈家 休息 妹妹 现在 你只有嫁到陈家 才能保住你的清语呀 汐儿已经认错了 这大庭广众的 你不能给她留些脸面吗 我给她留脸面了 是啊 刚才你们也听见了 是她让我打的 我只是如她所愿吧 这打了两下 手艺挺疼的 先这么着吧 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散了散了都围着干什么 散了散了 走吧走吧走吧 没看了 散了吗 散了吗 没看了 回去吧 二小姐 二小姐 小人是对不住你 可是小人对您 是一片真心啊 二小姐 真心啊 给她把刀 把心掏出来给我看看 滚 我饿了 吃东西 来 这韩府嫡女 竟然害自己的亲妹妹 真是卑鄙 奇怪 中了默心之徒 居然还能活下来 查她 这相府之中 虽然极尽说话 但对于这可怜的韩子晴来说 却如同地狱一般 子晴 子晴 你告诉为父究竟发生了何事 那陈公子是否与你有夫妻之实啊 你真是急死为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 子晴 我该 你们还跟着干什么呀 滚下去 是 夫人 快快快快 都退下去 快快快快 子晴啊 为父 说 成何体统 子晴啊 今日之事呢 都是汐儿的错 她对不住你 但是 你也得为相府的名声着想 是不是 既然那陈公子已与你 她又愿意求娶吗 为父看她的态度也算恳切 是 要不你就 父亲 是想让我嫁给您姓陈的 替韩夕啊 整眼这桩丑事 是 怎么是我的丑事啊 明明 明明是你的 被算计的 算是出丑 这算计人的 反倒体面了 好了好了 你们姐妹两个就不要吵了 你 少说一句 我 子晴啊 事到如今 你就是不为了我们府上的颜面着想 你也要为自己做做打算呢 我觉得吧 嫁给这个陈公子 就是最美好的归宿 你觉得呢 这么美好的归宿 你怎么不让你自己女儿去啊 你 是你和那个陈公子有福气之实 好你不是二夫 我是替你着想 就是 而且现在全城都知道 那陈公子就是你夫婿 那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行了 子晴啊 我要任心 到时候 为父会多多为你准备嫁住 保着你日后 衣食无忧 陈家公子 昨晚被人杀了 嗯 知道了 那二小姐 以后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跟我有什么关系 二小姐 时候不早了 把衣装换上吧 换衣服干嘛呀 二小姐也在选妃的名册之上 如今陈家是去不了了 按规矩 你应该去宫里参选 什么选妃不选妃的 我不去 妹妹 好好地为难下人干嘛呀 你来干什么 有事就说没事快管 我来告诉你 陈公子死了 这下你高兴了吧 他死不死 他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妹妹说的什么话呀 你可是他为过门的妻子 如今他死了 我猜你心里一定特别开心 毕竟又有机会参选了 哎呀 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给他穿上呀 这选妃的时辰快到了 他穿成这样去选妃 人家还以为是我们相府的下人呢 我说妹妹 这陈公子一死 婚约就作废了 你再不准备 可真的要来不及了 不知道四王子要是知道 他的戴选妃子中 有人刚死了未婚夫 他会作何感想吧 我说的不对吗 妹妹 韩歇儿 你不赶紧去做准备 跑到我这里来各种试探 难道真的怕我去参选 抢了你的王妃之位吗 笑话 你本来就没资格参选 我只不过是闲来无事 逗你玩而已 解释就是掩释 你就是怕 你的怕 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你脸上了 你胡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还有资格参选吧 我告诉你 我可是相府的嫡长女 母亲出身高门 可是你呢 你娘是个出自秦芳的下贱女人 你配跟我平起平坐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娘 是个出自秦芳的下贱女人 你们知道秦芳是什么地方吗 那可是购男人玩乐的地方 你给他打我 我就告诉我爹 去啊 潘汐儿 你费尽心思陷害我 不就是怕我去选飞吗 如果你这么怕的话 我还就飞去不可了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快 把她衣服拿走 不能让她还 快 我就算不穿你的衣裳 不打扮不化妆 照样也能把你逼下去 芸汐 走 进宫 是 你给我回来 你别再去给相府丢人现眼 大小姐 时间来不及了 咱们也快回去准备吧 等选上了王妃 再收拾她也不迟 快走吧 走 包子 热烫烫的包子 二小姐 怎么了 奴婢从小跟您一起长大 对您再了解不过了 可这几日发生的事情 也不像是您的脾气秉性 能做得出来的 二小姐 您能变成如今这样 不再受任何人欺负 奴婢打心底里高兴 只是现在相府上上下下 都在讨论您性情大变之时 就怕有人会以此做文章加害于您 芸汐求您收敛脾气 保全自己 放心吧 我以后 不会再受任何人欺负 不过你提醒得很好 以后我会小心谨慎保全自己的 芸汐 谢谢 上次我让你打听的事 你都打听清楚了吗 嗯 我问过了 二夫人当时的遗物 是大夫人房里的冯妈妈来收拾的 后来这个冯妈妈得了重病 被送出了府 听说人已经不在了 至于那把匕首 我后来又问了府里其他的丫鬟 可他们都说没有印象 这不应该啊 那把匕首那么特别 殿下 玉花园都准备好了 殿下 虽然王上将寒家小姐取配给您 但是过场还是要走一下 各名门贵族 也都会将四家女儿送到玉花园参选 时辰也不早了 您还是准备准备吧 韩家小姐 走 咱们去看看 是吧 王大人 你听说了吗 是啊 此王府与相府联姻 是皇上的意思呢 可不是吗 我听说啊 这次选妃啊 嗨 也就是走过过场 其实啊 早就内定了韩相府的第一小牆了 相爷府上的大小姐 真是财貌双全 你们家女儿也不错 也是有选项的机会 咱们家希儿就是漂亮 修女的 小姐 这次选妙啊 是吧 我看你可最出众啊 这次选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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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最前面的就是韩家大小姐 哦 女儿也是啊 哦 哦 不然 挑战友风啊 那当然了 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 韩子琴 你快醒醒吧 我给你盗窃还不行吗 你可千万别这伙子有事啊 你别害我呀 你指我干什么呀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你过来 过去 离近点 你说谁是贱人 我 谁是贱人 我是 我是贱人行了吧 韩子琴 我错了 我再也不乱讲话了 你可千万要挺住啊 那我是谁 你是 四王子清殿的王妃 行了吧 四王子清 你可是四王妃啊 这天大的福分还等着你去想 你可千万要撑住啊 不好意思啊 吐了你这么一身心 也不知道我这个病 到底传染不传染 说不定你过两天 就跟我一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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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 你 我这个什么呀 你这个 金师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 王妃 是王妃呀 对不对 金师 对 对 你是王妃 你可千万别现在死啊 娘娘 太医呢 怎么喊不来 今日死王妃的命药救不回来 你们都得点脑袋 娘娘 太医来了 娘娘 娘娘 快给她看看 是 娘娘 太医 娘娘怎么了 怎么了 丙二王妃 四王妃这 这可是肺老啊 那可要紧 肺老可是绝症 这是没法子治的 不过施以银针 缓个几日应该 不是问题 那赶紧给她扎两针 趁四王子回来之前 能见上一面 是 快 娘娘 那 时候不早了 我们就先走了 姐 姐 姐 方才她吐了我一身血 这个毒 会不会传染啊 我叫你别招惹她 你偏不听 我怎么知道传不传染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姑妈就是让我来凑凑热闹的 那我要是被传染了 那我以后怎么办 闭嘴 不过 这毒发做起来 郑郑和肺老一模一样 连太医都没看出来 看来 四王府过几日 就得替她收尸了 姐 我现在不管有没有人 给韩子星收尸 我只要知道她脱我的这身血 我会不会传染 我就不该带你来办事 就你这德性 还想嫁给郡北月 若真嫁了 将军府都得让你给卖光了 撤 撤 演得挺好啊 跟娘娘学的 走 回夕园 嗯 娘娘 你不恶心啊 娘娘 娘娘 没事没事 你们去忙你们的 下去下去 娘娘 娘娘 好点没 快去弄点水 快去快去 这身儿还挺舒服的 芸汐 快把那件带血的衣服拿去洗了 是 娘娘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那欧阳姐妹啊 大概这辈子都没有像今天这么残过 特别是那个欧阳进尸 被您吓得腿都软了 妆也花了 还被您盘了一身血 要不是奴婢之前知道 还以为娘娘要死了呢 呗呗呗呗呗呗 什么死不死的 奴婢不会说话 去忙你的吧 对了 再弄点压血回来 用我之前教你的方法 多弄点血包 留着备用 红衣明吧 嗯 你吓死我了 我怎么教的你啊 今晚不会敲门的 没教养 没教养 那也是你教的 你是收留了我 但也只是 带着我浪迹天涯 琉璃失所 有什么好指的教好的 哼 没我 你还能长这么大 哼 我要是遇到个富贵人家 还在这儿跟你吃苦 富贵人家走那个道嘛 也就我闲了门碰上个你 这玩意儿 真能使出那姑娘了 是不是古道人 那儿的人 百毒不侵 这毒她要是不倒下 那她就是 那她 要万一不是呢 那咱们 不是白白害了一条人命 你傻呀 她要不是 咱不是有解药的嘛 再把她救回来不就行了 是是是 那你说 抓对人了 真有赏金 当时南昭王是这么说的 起来 哎 但是 南昭王是派出来找他们的 也不止咱们了 这么多年了 也没听说谁找着了呀 那她没本事啊 咱们师兄弟二人去 这黄金搭档 那不唾手可得 那是 听说这孤岛人 残忍 暴女 作恶多端 要真能抓这一个 啊 估计能有赏钱 那也是听天心道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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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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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韩子晴以下读查是千真万确的 怎么会没事呢 四弟被赴王关了六日 也没时间给他解读啊 是啊 好好查查他们 殿下 他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娘娘身上暂无其他线索 韩相呢 韩相乃天雀人士 九局天雀从未离开过 那他的母亲穆慈呢 穆慈原来是阅访的秦师 无亲无故的沉默寡言 只是因为秦义高超 被韩相看中了 嫁入相府之后 更是深入简出 从不与外人联系 再加上已经过十多年 他的真实身世 已经无从查处了 殿下 这百度不亲的人 是属罕见 如果娘娘当真此提之 那 便和这孤岛脱不了关系 殿下 这孤岛 可是龙原大计 孤岛人 殿下 我也不敢肯定 据传说呢 这孤岛 是在南海之南 孤岛人的体质 百度不亲 但是他们自给自足 与世无争 从未以龙原大陆相往来 我还记得我年幼的时候 听说过 孤岛人愧 你可知晓 那是二十年前 有传说孤岛人 突然变异了 变成了人愧 他们用不死不灭的 身躯和异能 侵扰着龙原大陆 直到南兆王出手 才将他们驱逐回了孤岛 从此 这龙原大陆上 才避免了一场劫难 可是 这后来听人说 孤岛在一夜之间 突然从海上消失了 从此 再也没有人 看到孤岛人的醒迹了 但是当年孤岛人愧作乱 是否有人亲眼所见呢 南兆王室 有许多人所见 我想 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这孤岛人愧 究竟是何等样貌 我看娘娘 也不像是会霍乱 龙原大陆的妖孽啊 这 孤岛人 通过他的体能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方才异化 这异化之前呢 也只是百毒不侵 和寻常人无二 但是他异化之后 面目猙獰 如活死人一般 刀枪不入 水火难敌 杀那间 传言 不可信以为真 是 殿下 但是我倒有一个想法 倘若他真的是孤岛之人 就更应该留在本王的身边 龙原大陆 纷争不断 表面上看 只有天雀 东陵西陵 铁岩 互相争斗 南兆呢 总是置身事外 那是因为人家的国力强大 一族众多 南兆王他也并不是一个 没有野心的人 你们想必也听说过 这么多年 南兆王一直在寻找孤岛遗孤 他的目的何在 这其中必有计较 倘若孤岛人真的出现在我天雀 那不正是一个好世界 那殿下 我们再戏查 今天我戒指的时候 被隐公公脸都绿了 殿下 快快 拿走 说说着了 殿下 殿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这家伙什么意思啊 这里是西元 又不是他的寝宫 难道他要睡在这里吗 睡得真好啊 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当然是过了园房啊 园房 园房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了 既然已经下旨了 那就请殿下 兑现诺言 把匕首交开眼 本王自然会兑现诺言 但是我说的是 当你正式成为四王妃 那自然是元房之后了 殿下 殿下 边境急报 你早些休息 明日随我进宫 谢王恩 不行 我得想其他办法 去偷 我得想其他办法 应该是这个 交给你的事 你要尽快吧 是 殿下 累死我了 快出来 来 给大家带来吃的 都有啊 都有 谢谢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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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样 恢复得好不好 好多啊 都有都有都有 谢谢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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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我这次来 是为什么吗 给我们送吃的 对 不对 为我们看病 也不对 为我们好好的活着 我这次来 不仅是给你们送吃的 不让你们挨饿 更重要的是教你们本事 让你们活得更好 更精彩 更体面 你们愿意 你们愿意吗 愿意 那好 既然你们都愿意的话 我就举行一次考试 看到那座山了吗 看到 爬到山顶 再返回来 两个时辰内 谁能按时回来 谁就算赢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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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吧 好 快跑快跑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这些孩子一共多少人 娘娘一共十个人 娘娘也是要把他们 带进四王府吗 不是 我想组建一支兵团 什么是兵团 就是一个有组织 有气力的大家庭 他们互相信任 相互协作 就算我不在这龙原大陆 他们也能独立生存下去 我会想组建一支兵团 多久了 快了 娘娘 时辰快到了 来了来了 娘娘 他们来了 快 快 快 你们都非常棒 你叫什么名字 大狗子 大狗子 好 那你以后就叫顾兮吧 顾兮 顾兮感谢小姐四名 你们都非常勇敢 非常棒 我全都要了 好 爬山 对 这两日 娘娘要不就是在一盏待着 要不然就是约上一帮小乞丐 去爬山 这行为举止 很是奇怪 把她给我好好盯住了 我倒要看看她想搞什么名堂 是 我可以 来 月瑶 你可当心点 别怕自己给毒死了 放心 老子被得毒天下第一 我要是把自己毒死了 我早就没脸在这江湖上混了 哪里 姐姐 姐姐 你要在保护里 走走走 保复在客栈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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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啊 你来了 殿下 我听说你近几日玩得很尽兴啊 殿下 我自从来到这里 司马统领 只派了一个小兵来应付 没有想真心教我 司马勋 殿下 分明是王妃他 以王妃的根基 就算属下亲自教习 他也未必能跟得上啊殿下 没错 我自知天资愚钝 而司马统领又日理万机 所以我就去一站待着了 殿下 那这也有错吗 你还真是伶牙俐齿啊你 我问你 骑马和射戒 你一点都没有练吗 区区三日 能学会什么 把马给他 殿下 王妃娘娘不会骑马 这样会受伤的 就 就 殿下 别担心 殿下不会舍得真的处罚娘娘的 就 放心吧 娘娘和殿下几日没见 这是找个地方说提起话呢 有些人啊 狗眼看人低 我们家娘娘的本事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 你这马真漂亮 我能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你 那当然了 我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宝胎 马当然喜欢我 又胡言乱你 咱们再来两圈 来啊 来 驾 别 怪我 如果 驾 再见不到我 也别怪我 什么 都不说 一段缘 要多纠缠 才 算勇敢 总是 天鹊王上 父王先前曾传书与您 想与天鹊和亲 结永世之好 不知 王上意下如何啊 父王久久未得回复 故嘱咐小王代为询问 天鹊王上 您迟迟不做答复 是因为我配不上四王子吗 这楚飞燕挺豪放啊 工人事案 这细码挺刺激的 就是眼神不太好 她哪里讨人喜欢 飞燕公主才貌双全 你要是配不上我们家北月 那世上还有人配得上吗 那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当然答应了 能与西陵结亲 本王倍感荣幸啊 北月 你说是不是啊 哦 父王 所言甚是 可是如今 儿臣已经有了正妃 那岂不是 委屈了飞燕公主 飞燕公主的一番美意 小王也只能辜负了 厉害啊 这故事要让我背啊 也太影响了 四王妃的位置 四王妃的位置 自然只能有一个 那不如 你就废了她吧 愿意吗 好啊 我同意 你好吗 她若是进府 你就休想再看到那把匕首吗 殿下 殿下 臣妾嫁入四王府 一心侍奉殿下 如今却要被废 不知错在何处 请殿下明示啊 殿下 王上还没发话呢 你怕什么 刚才飞燕公主说的 你也听见了 你 是我天雀的四王妃 我 冲锋圣旨以下 谁敢动你 多谢殿下 不过是开句玩笑 你这么认真 倒显得我欺负你了 不如我们比试比试 要比试 听为天眷选妃有文武之选 不如本公主同你来一场文武较量 如何 自王妃入选之时便文武皆不会 如今这飞燕公主要与她比试 她如何应付得了 韩子晴这个天眷的四王妃 是由父王亲自册封的 我看 已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比较了 四王子此言差矣啊 堂堂天眷的四王妃 若是文武皆不会 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吗 对啊 四王子 我可听说你并未行大婚之礼 那这四王妃的位置 还是得要天下人心服口服才是 王上 您说呢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本王也看出来了 非燕公主啊 对我家北月是一片痴心的 这样按我们天鹊选妃的规定 由非燕公主与四王妃比试一场 圣者就是正式的王妃 对 父王 等一下 北月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 这是咱们天鹊的家事 与外人有何干系 你就不要担心了 那即使是子情输了 也不过是由正妃变成侧妃嘛 那天天还跟你在一块啊 你身为王子 大局为重 好个以大局为重 四王妃的名分不是你下着册封的吗 说作妃就作妃了 你这个四王子表面看着风光 也得受制于人啊 如此 便当是决定了啊 明日一早就由非燕公主和四王妃 正式地较量一下 明日的比赛啊 分为文式和武式 明天啊 先举行武式 走吧 母后 这就是报应不失 韩子晴不知自己几斤几两 撞上了西陵飞燕公主 这朵草原玫瑰 可不就是自取其辱吗 韩子晴要是败了 与相府的联姻自然土崩瓦解 与咱们来说 倒是一大好事 父王 此次秋冽盛会 儿臣为了助兴 邀请了一位极尊贵的客人来 何人哪 儿臣有幸邀得了天下第一秦师 摩擎血征的主人 摩擎血征 是 王上 子秋啊 白天马骑得不错 我呢 宣布一下比赛规则 这马呀就不骑了 这射香火呀也不射了 你们看 这儿呢 有一大铜钱 其中啊 有一枚最小的 你二人哪 谁要是能射中 这枚最小的铜钱 这场 就算谁获胜 飞燕公主 莫不是害怕了吧 笑话 笑话 来吧 来吧 父王 可以开始了 开始 玄公 玄剑 剑术比试 开始 开始 有 air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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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宝 四嫂赢了 四嫂赢了 父王 是我四嫂先射中的 你可看清楚了 这铜钱上留着的是谁的剑 明明就是我四嫂先射中的 她的剑在前 是吗 那你四嫂的剑呢 你 你这是耍无赖 那大家都看见了 好了 好了 本场 西林公主 楚飞燕获胜 你们两个人现在是 各胜一场 打成平手 好 啊 好 殿下 明日文氏的誓题 你猜会是什么 怎么 怕输啊 都不知道比什么 心里自然没敌 做事你可会 这个真不会 我没有骗你啊 我教你 这临时报符脚能行吗 总比你直接认输强 来 写什么 永梅 永梅 快 好了 写完了 这写的什么呀 永梅啊 都什么时候了 殿下 我跟你说了我是真的不会 明天也怎么样怎么样 我先回去了 这写的什么东西 明天也没想到 是什么 银行 我来 说 你 我们 你怎么才来 我的铁甲兵都已经在城外待命了 要如何进城 湘王殿下不必担心 我自会安排他们从密道进入 好 二王子办事我自然放心 让他们跟紧一点 天亮之间必须入城 不得耽误 是 好 好 好 我 下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怪我 我再见不到你 别怪我 什么总不说 一段缘有多久 这一段缘 总是终散 别无憾 我曾长得散散 哪怕拖着本体的沙 追寻微弱那道光 因为有你守在身旁 在远在伤在渺茫 走 我终于而回去了 遅永远 我爱你 我也有 我走 我 我 我 你 我 终于醒过来了 我知说我回去了吗 我怎么还没回去 带我回家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还是过不去 难道是操作有误 带我回家 难道要念什么咒语 郡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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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来 起来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昨天那些铁甲兵 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那么凶残 那些人 他们都是死士 没有任何的思想 只知道听命杀人 天鹊现在应该有奸细 我们应该尽快赶回去 怎么上去 幸亏有那些树枝才救了我们 我去找一下出路 你在这里 不要乱走啊 好 你小心 赶路也要填饱肚子 殿下 没有想到你还会搭帐篷 你都会烤鸡烤兔子啊 我为什么不会搭帐篷啊 我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我从小是吃苦长大 你可是殿下 你当秦军打仗 只是发号施令啊 你当秦军打仗 可好了 来吃吧 真香 真香 味道特别好 刮得还挺香 那是 这伤口要注意一点 多谢 谢什么 谢你冒死相救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过来找我 很可能会跟我一起死 我没想那么多 不过 我这次 也不是全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为你自己 为了 可以回家 你现在的家在四王府 你是指 韩相府 那都不是我真正的家 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 可谁承想你既不如人 竟输给一个庶女 我能怎么办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算是没有东霖 你也容不下军北月 因为你嫉妒她 嫉妒她比你强 她军北月现在尸体恐怕都已经凉了吧 她哪里比我强 分明就是你与军北城沆瀣一气 想要除掉军北月 若是我将此事告知天雀王 试试看 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草原上的太阳 太卑鄙了 心灵将来落到你手里 也不会有好下场 楚飞燕 你仗着父王对你的宠爱 现在是无法无天了吗 是 我是勾结军北臣不假 可在背地里也有铁岩勾结 妄图谋夺军北月的兵权 此人别人用得我就用得 有什么卑鄙不卑鄙的 我去告诉父王 父王只要一个结果 那就是 邪至天雀 攻破东陵 夏季 收拾收拾东西 我们该走了 影子他们应该能看到我刚才放掉狼烟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到 殿下 殿下 出事了 君北臣接了圣者拿了活服 要去接管大友 有事儿 想伤 对了 影子 在 您送王妃回王府 是 记住 回府之后好好养伤 好 切记不许到处乱跑 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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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驾 头领 说 怎么了 二王子从王上那领了圣旨 要来接管咱们大营了 什么 二王子殿下 有何贵干呢 司马统领 王上有旨 要你随我去一趟飞江 扶我调动白虎军 白虎军 二王子 属下不得不提醒你 你 无权调遣白虎军 司马统领 这是王上的旨意 你要抗旨不成 铁烟大军压境 军事紧急 本王亲自在王上面前举戒内 待铁烟退兵之后 将北疆全盆交界域 但是司马统领的态度 着实让北王有些为难 本统领是军人 没有王上的虎符 我谁都不从 二王子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来人 交出虎符 本王饶你一命 你休想 是本陈 你永远不配和四王子相比 四王子行事 向来光明磊落 而你 我是个指挥在背后 耍阴谋的小人而已 四王子 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本王就成全你 殿下 老四 老四 你怎么回来 你没想到本王会活着回来吗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四 你趁我不再对我的人下手 所为何意 老四你误会了 这是父王的旨意啊 敢动本王的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你 慢着 我看谁敢动本王 你我兄弟之间的事 可以去父王面前说 你若想动私心 问我手中的虎符答不答应 严香 想见父王是吧 那我就把你所有的事 一件一件跟父王说个清楚 还想到我 五百云 睡 五百云 好 五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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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人队小心 放箭 快去搬救兵 走 是 是 娘娘 快走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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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殿下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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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什么人 四王子殿下的缘也可动 殿下 小心 来 你 你又干什么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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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功夫 要不我们继续追 这是传说中的阴烧 撤 停车 停 停 殿下 走 殿下 开门 上车 干什么的 四王府立行检查 让开 禀飞燕公主 天鹊四王府隐位 要拦路搜查 该死 没那么怀疑了 四王府立检 清海寒 好好的为何要搜查 使者的车队 可是我们西陵 又得罪四王府的地方 公主误会了 前面便是城关 只不过是例行检查而已 还请暂时下车售检 香王昨日喝了大酒 下不了车 那可否让属下看看车内 这不合两国邦交的规矩吧 你们这四王府 是把我们西陵使臣 当贼防不成 我只是封面行事 公主若有一议 可递交召会 我家殿下 自会给贵国一个交代 汉池 昨儿喝醉了 到现在还没醒呢 可搜查完了 得罪了 请继续赶路吧 我要看两位 让他们收到 她有点准备 那就是 你这种 就知道了 回到什么 我发红了 非常好 我们俩打了 怎么办 我发红了 我发红了 父王要为儿臣做主啊 儿臣奉父王命去虎军调取兵权 被怨回来了 他让人用剑指射儿臣 还诬蔑儿臣夺取兵权呢 父王 这调取兵权是寡人下的命令 如今铁岩大军来犯 军情紧急 欧阳将军那边有 他舅舅 此时恐怕在西关饮酒作乐吧 一派狐爷 父王 舅舅对天阙一片忠心 老四确实在诋毁于他呀 西关并无战事 你舅舅闲来无事 饮酒作乐有什么错呢 什么 没有战事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四 你 郡北辰 你给我好好看清楚 铁岩并无十万大军压境 只是区区一万人虚张声势而已 还有所谓的独孤咸云亲率三千精兵 距离我西锤边关仅有五十里 更是无稽之谈 你舅舅镇守边关谎报军情 该当何罪 而你理应外合 窜取本王的兵权又该当何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父王 儿臣只是知道军情紧急 我 我是为了天阙安危 才主动紧要的兵权 余下的事争 儿臣一概不知 让父王明察 父王 父王明察 这是儿臣的虎军 从前线得来最准确的军报 请父王 还儿臣一个公道 你好大的胆子 父王 儿臣真的不知道啊 儿臣只知道军情紧急 才要的兵权 其余的事儿 儿臣一概不知啊 父王 你们当时都是我们的人 没有时间 英子 你说楚天歌受伤了 他是如何受得伤 那个秦师离歌呢 此人不就是个秦师而已吗 难道也有嫌疑 秦会一结束 他就走了 也不好追查请纵 殿下 娘娘的体质特殊 属下担心 有人心怀魄策 利用他来威胁 以他的本事 倒不至于会被利用 如今还是西陵最可疑 这样把话传出去 说天阙的四王妃 被西陵的祥王楚天歌所见 殿下 我们空口无凭 没有证据啊 本王现在就去西陵找证据 老监海 老妹 老监海 老婆 老子 乱急 拜ского 万跟我 来 来 颖公公 这 王上还不愿意见我们吗 颖公公求你了 再去跟王上说说见见我们吧 求你了 颖公公 求求你了 颖公公 你让我帮帮忙吧 王后 娘娘 这不是小奴不愿意帮忙啊 王上盛怒 实在是不敢劝啊 要不二位先回去 等王上气消了 看王上气消 我侯阳家上下几十落口的姓名 早就保不住了 我爹已被战斗 天大的罪已经以命相抵 王上就不能饶了我们家吗 小的说 王妃 别 别哭了 殿下 死亡子 死亡子 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我现在给你赔礼道歉 求求你跟王上说说 给我们求个亲 饶了我们欧阳家吧 子弟啊 你大人不及小人过 以前的事情是说我们做得不对 你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 我爹是有罪 可我杨家几十落族人是无辜的呀 死亡妃如今下落不明 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向傍王求情 从现在开始最好天天祈祷 四王妃平安无事会 她若是有任何的闪失 我生能一起培葬 来人 带娘娘和王妃回去 皇上 四王子殿下到 儿臣参见父皇 北月啊 欧阳一博那个老贼 已经斩首伏法 这兵权也已交还于你 至于你二哥 欧阳一博在伏法前以习数交代 所有事情均是他一人所为 你二哥毫不知情 你看 父王无须多虑 只要这欧阳一博伏法 那就对江山社稷有了交代 我与二哥毕竟是首族 他怎会有害我之心 这个 我与二哥 儿臣惊主 你能念句首族之情 原谅你二哥一回 为父啊 慎感欣慰 父王 如今儿臣有一难事 想请父王替儿臣做主 何事啊 子晴如今被西陵降网楚天歌所解 不知父王可有听说 这个事我听说了 这个楚天歌简直是欺人太甚 他一定是记恨四王妃赢了楚飞燕 使他西陵丢了脸面 才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铁岩派兵偷袭 也是楚天歌与欧阳一博联合作举所致 这楚天歌竟然敢如此欺诱我天阙 这口气 儿臣忍不了 你说得对 这口气 咱们天阙 绝不能忍 还请父王允许儿臣带兵讨伐楚天歌 好 需要为父 给你增兵吧 儿臣的虎军变足矣 只是儿臣有一个想法 父王 儿臣此次出征 可否带二哥一起 老二 二哥 虽久居亡成 但是素有一颗报国之心 此次出征 就当是对他历练一番 兄弟同心 齐力断金 没复准了 儿臣 多谢父王 恭送殿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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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是你 你还记得我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是我救了你 救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对于一个情势而言 最难觅的 就是知音 你的天赋 我亲眼所见 因此 想让你留下来 跟我学情 我不跟你学情 我要回去 只不过 是暂离凡尘一段时间而已 依我看来 你家里的那一摊子事 也没那么值得留恋了 而且你身上的伤 也需要时间静静 我既选定了你 便不会再改变主意 所以这琴 你学也得学 不学 也得学 这可由不得你 吐天歌 难不成你十万大军怕了本王区区两万虎军 才两万 那不然呢 难道本王会倾巢而出 为了你区区一个响我吗 地区区的 看來你是真想弄死本王 雞人 大羊 大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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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殿下 我们的虎军已经攻入心灵王城 殿下 殿下 前去虎军和城内的叛军一起进攻咱们王城 我们被包回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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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姓轩缘 是东陵人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在东陵 除了王室之外 姓轩缘的 全都要改姓为婴 那也就是说 你是东陵王室的人 东陵 如今女王当政 只因为 东陵王室的后代 所有的南丁 都会在又年夭着 而我 是唯一幸存的王子 你知道 其实天鹊的国力 并不强大 除了南兆和铁岩以外 对我天鹊 威胁最大的 就是东陵和西陵 西陵一直占我 天鹊将土 而东陵 更是多年未死 光复之心 时时在打 三界之地的主意 王室的国为 中文字幕——YK 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我军已开始进宫 他刚说要进宫 你要购乱谁啊 你不会猜不到吧 君北月 我与君北月为敌 你会恨我吗 你和君北月为敌 就是与天雀为敌 我不希望你这样做 原本以我东陵的国力 是不可能拥有与天雀对抗的实力 不过好在 当年楚家军判我东陵之时 掳走了无数将士 而那些将士看到现在 东陵有复兴的希望 也还认我这个东陵唯一的太子 所以你以秦师的身份游历各国 其实就是个细组 只要东陵占据了三界之地 一来可以断了君北月的粮草攻击 二来可以兵临天雀以及北部齐州 这样一来被西陵钳制的战果 就会成为历史了 你在担心君北月 那你知不知道 你是相府庶女出身 以君北月的身份 是不可能立你为正位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以君北月的身份 以她的野心 她娶你 很有可能只是想利用 你孤岛人的身份 没关系 这才是她 现在应该担心的人是你 凭你的实力 是打不应君北月的 你把我留在身边 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因为我百度不清的体质 怀疑我是孤岛人 才把我留在身边的 我本来不知道我体质特殊 是轩缘黎歌告诉我 你知道我的什么秘密 尽管告诉我 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 不为不悔 这一人 还有这把匹刷 是你送给我 这上面的图腾代表什么 我想知道 那是孤岛图腾 我看自己脸上 藏有孤岛图腾 看来她的确是孤岛人无疑了 可是孤岛不是早已经消失了吗 那他们默默 为什么会出现在天雀呢 所以说你孤岛人的身份 一旦被人发现或者利用 将会威胁到整个天雀的安危 我必须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调查清楚 果然如此 我们合作吧 你想要怎样合作 我想查清自己的身世 解开孤岛的秘密 找到孤岛 离开这里 好啊 本王答应你 好 我会效忠殿下 只要殿下有需要 可以随时下单命 还有事吗 还有这个流光 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物 你还说回去吧 殿下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今日谢谢你来救我 本王只是顺手而为罢了 本王只是顺手而为罢了 把这些东西都收走 这些可都是殿下送你的 不要了 王妃这些日子吃了大苦头 我熬了些生汤 趁热喝吧 放那儿吧 您和殿下吵架了 没有 王妃 红衣不得不说几句 自从王妃被劫持 殿下为了救您 不惜对西林宣战 这些日子 殿下废寝旺时 没有一日睡得安稳 而那个轩原离歌 不过是想利用您罢了 为了他和殿下身份 值吗 他才不是为了我 我在他心里 没那么重要 王妃 好了 我饿了 弄点吃的去 那我去给您准备点吃的 开祭 不管因为什么 他毕竟再一次救了我 我今天 是不是对她太过分了 王妃您要去哪 殿下忙着呢 有事啊 我来道个歉 这在你心里还有人值得让你道歉 本王可受不起 无缘 真小气 这个流光殿下赐予我 我应该好好对待 不应该如此轻慢 我先拿回去了 这只手是她弄的 她是谁啊 轩云离歌 是东霖的公主 轩云离歌还给我上了药 马上就要去 马上快好了 要再好也比不上大夫 明日让老姑给你看一下 好 你之前不是说想为本王效忠吗 交给你一个任务 尽管吩咐 西陵如今求和了 邀我谈判 你就带本王去 西陵求和了 此次西陵受到天雀和东霖的双重攻击 士兵们伤亡惨重 楚天歌也负伤溃逃 西陵不得不求和 好 我为殿下效力 但请殿下 给我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如果找到孤岛人的线索 好 麻烦告诉我 我答应你 多谢殿下 把手给我 带好 见此戒 犹如见本王 兴许在那危难之时 他可以帮到你 多谢殿下 王妃你怎么在这儿啊 殿下正四处找你呢 这个司徒仙啊 到底什么来头 她是殿下一位生死之交的妹妹 这位生死之交 名叫司徒浩南 是建安城的少臣主 殿下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 对她十分疼爱 不过除了殿下 别人她都不放在眼里的 怎么会跟二王子走呢 她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王妃 你要去哪儿啊 就在前面 慢些 四处小姐慢些 四处小姐慢些 这路也太难走了吧 对了四处小姐 怎么没见那个兄来啊 难不成你又是背着家里的人 否则跑出来找北约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还能走丢不成 我看你是来看四王妃的吧 我这个弟妹 确实是财貌双全 又有着天大的本事 难怪老四会这么宠她 连些星戒指都给她 原本我以为 我们家老四 除了司徒小姐 不会娶任何别的女人 可惜呀 那个韩子晴有什么资格 成为四王妃 怎么你们都觉得她好 我却一点都瞧不出来呢 四处小姐慢些 四处小姐慢些 怎么还不到呢 什么人 什么人 有什么人 干什么 我们寿命而来 清除军委约身边多余的女人 放她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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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君本辰 分明是想杀了四处像 然后嫁活给我 想借别人的手除掉了 那真是歹毒 叫吃 寶贵 结束 扨 他 快上 四肚姑娘 四肚姑娘 怎么样 伤到了没有啊 韩子星 你竟然敢杀我 弟妹你这是干嘛呢 我要是真想杀你 多用不着你废话 你就fully 找她 杀だ丐 anyway 你笨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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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colonial 你 我的색武器 轮不到你打 卿上看你打我 我打你 是教你怎么尊重人 我打得不裹支付那卿下人 吓人媳食人 什么 把我 是吧 我的 谁 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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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碰你了 我要去你了 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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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好好啊 先生 你伤到了 我也伤到了 殿下 殿下找我有事 你这琴 弹得是真不错啊 有心事 没有啊 你脸都快掉到这儿了 还没用 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 你的一片好心 被人误解 受了委屈 这心儿从小就不懂事 任性 但是这孩子品行并不坏 他呀 就是脑子一根筋 容易被别人利用 你就大人有大量 别跟一个小孩子计较 好吗 你告诉那个什么心爱干儿的 没事别来招惹我 我都教训过他了 他也知道自己错了 特地跟我说 你去帮我 跟嫂子 赔个不是 是 好了 我看得出来 他挺喜欢你的 原来是因为这个 所以这心里边一直不舒服 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 原来这么在意我 芯儿呢 是我的好兄弟 司徒浩南的亲妹妹 我们三个人呢 从小一起玩都大 我把芯儿 就是真的当成自己的亲妹妹来感待 所以你别多想 殿下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不在乎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吗 那你说 如果有一天 本王真的拿心而为非的话 你愿意吗 殿下高兴就好 早些休息 是吗 科广 你看起来很不错啊 果然是痊愈了 来 把手指头伸出来 跟我做这个动作 这是干嘛 疼不疼 有些算疼 看来 我的徒弟确实有好好的练琴 这离伤总共有十卷 如果手指开始酸痛 证明第一卷 已经练过了 恭喜 这离伤 不止伤神 还伤手啊 是啊 不过这离伤除了你之外 也没人能弹了 所以 就算伤手 也忍忍吧 来 把你学会的弹给我听听 嗯 行 我 我 你 我 我 你大半夜让天雀的王妃在这儿给你弹琴挺 你有经过本王的允许吗 你怎么来了 王妃你这是在干嘛 你怕本王杀了她 我当初既然决定在南疆大门饶她一命 便不会出尔反尔 不过是一条烂命 你要便拿去 既然轩原公子都说是一条烂命了 那你这条烂命我要了 又有何用啊 你还不快下来 你怎么了 说这些干嘛 轩原公子 如果说我换成是你 在设计存亡之际 定不会有这番心情 咱们走 咱们走 你别人的船 我说让你别对那的里面留情 你就是不听了 你再这么鬼鬼祟祟地跟踪我 休怪我不客气 这话有什么意思 不是你约的本王吗 不过是我早到了一个 君北岳与熙灵签的是什么协议 你记住 你背叛过我一次 这次合作如果你再耍什么花样 你休怪本王翻脸不认人 你我之间 有利则去 无利则散 契约可定可解 有什么可说的 明明是天雀和熙灵的契约 听什么都是君北岳说了算 熙灵的野心也是够大的 如果他真的灭了 弱小的血域部落将威胁到达 是你的冬露室 是你的冬露 这个协议是韩子行亲自谈判签署了 你以为那个女人是什么省油的灯 她和君北岳一样 心狠手辣 做事毫不留情 你这么瞪着我干什么 我知道 你想和那个女人成为朋友 你应该比我还清楚 你们 只能是敌人 你再教我做事 你在教我做事 你我是合作伙伴 应该互相仰仗才是 君北岳现在如此嚣张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本太子不需要你来挑拨拱火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病之后 我心里有什么惹怀 你们问过 你想要有一种 有什么心里 不想要 闭嘴 我向我 永远 我很快 愈你 下十多任 紫禁 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怪你 我已时日无夺 剩下的日子 能活一日 便守护你一日吧 殿下 怎么了 你还问我怎么了 你不知道刚才你在做什么吗 跟薛严厉哥在学琴 你大半夜孤男寡女学琴吗 我行的端做的正 又没做错什么 韩子晴 你到现在还没觉得你做错什么吗 你是我的王妃 这深更半夜的 你这么做成何体统 殿下 你吃醋了 什么意思 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是在报复我是吗 我干嘛要报复你啊 我现在不想管你了 去吧 你不是想学琴吗 走啊 好 那我去练琴了 站住 怎么了 殿下 韩子晴 我已经对你用尽了 我所有的宽容了 好 从今天开始你学琴也罢 拜师也罢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再也不会管你 好的殿下 试着 好 厉害 休息 行 他 Chef 我 警察 我 彼此 弟弟 tahun бы 司徒小姐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喝酒啊 快喝口茶吧 滚开 月哥哥 我去找北月哥哥 殿下有令 让您在这里休息 不可乱跑 给我滚 司徒小姐 司徒小姐 殿下睡了 您还是明日再来吧 告诉你 是北月哥哥叫我来的 这 司徒小姐 那请 滚开 王妃 王妃 你终于想通了 殿下一定会开心的 听说她喝醉了 我去看一下 要是明日再来吧 帮我去 馨儿,你 你过来做什么? 洪玉说你喝醉了 让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 不好意思 打扰了二位的好兴致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殿下是王爷 想干嘛就干嘛 这屋子里面也没生火 冷不冷 馨儿不冷 陪在北约哥哥身边 馨儿一点都不觉得冷 别着凉了 我先给你倒杯热茶 北约哥哥 你刚起来 喝杯热茶能暖身 二位先忙 我先走了 你等一下 怎么了殿下 馨儿 你先出去 馨儿先告退 我先给你 本王爷谢谢你 与希林的谈判 你为天鹊拿下了五座城池 所以我想为您请封 不用了 王妃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我刚才看到 司徒兴儿村里面出来了 这么晚了 他怎么会从殿下的仗中出来 难道他夜宿家殿下 您仗中了 殿下 离审寺那边安排妥当了吗 殿下放心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就等殿下回去了 等着吧 汉子晴 好戏还在后头呢 王妃 你真要走啊 咱们生气归生气 可是走万万不是上策呀 你这个时候走 不郑重那个女人下怀吗 娘娘咱们去哪儿啊 你不愿意走吗 谁俩是娘娘的人 娘娘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那还不快去备车 是 王妃你不能走 你这个时候走 那个司徒兴儿 耶稣殿下营帐的事 不管是真是假 她就有借口 要求嫁给殿下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 躲出这个风口才是 我们本来就是合作关系 没必要弄装 王妃 这么晚了 你能去哪儿啊 天打地的 哪儿不能去啊 王妃你不能一起用事 这 殿下虽然脾气不怪了些 可是对你那是一片真心啊 你不能一走了之啊 王妃 王妃你别走 石良 娘娘 马上准备好了 我们走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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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后后有期 王妃你别走 是两 王妃 王妃 站住 二王子 主将营仗是你随便能闯的吗 来人 在 看着这丫头 别让她扰了四王子 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娘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秦瑟山谷 秦瑟山谷 一路往南 是 好像有确切的目的地 马车一直没有停 李沈司的人什么时候到 已经在路上了 算时辰 天亮之前能截住他们 韩子晴 咱们李沈司见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逃 韩子晴 你 你要干什么 王上 那我 认了 等等 你是何人 竟敢擅闯李沈司工堂 你们不是想知道 那天晚上的人是谁吗 我来告诉你们 说 小的 是国色甜香的掌柜 小的说相处韩大小姐指使 找了 找了陈公子 试图辱墨 韩服二小姐的名声 后来 我去找大小姐索要银两 大小姐就不给 还有 面黄的口 幸好小的激情 吓得 吓得赶紧逃走了 小的深知罪孽深重 甘愿自守 执任凶手 王 王上 我 王上饶命 我 王上饶命啊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韩家大小姐买通了陈公子 遇对树妹韩子情形不轨之事 恰巧 我出现在哪里 打晕了陈公子 你之后看到的那个黑衣人 就是我 原来毒害我的是你 你 你皆宜 送你 如果再见不到 也别怪我 什么都不说 你转眼 为什么 怎么是你 为 为什么 你一定要撑住 孤大义 快走孤大义来 哪怕拖着遍体的沙 追寻微弱那道光 因为有你守在身旁 再远再长 再渺茫 也倔强 这一朵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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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们都叫我一声 难分难舍 占据我 一年间是怕是心事愿 往心更远 一年承诺 沉恋沉叹 也不如我一年间是怕是心事愿 你是吗 保护不好 你自己 还有 守护好 丁拳 军飞燕 军飞燕 你先回来人 军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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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孤太医 老四啊 你你你你胆子也太大了啊 你把我们大家耍得团团转 你这下 你确要气死我呀 可不是吧 子王哥 你也太要认识了 你也太要认识了 你 老四天子犯法于庶民同罪 快 快 快速回府 回府 看你们谁能走得了 军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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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此案可否了结 请 马上去 皇大人 皇大人 快呀 位臣在 韩汐儿 构献亲妹 毁妻茗玉 其罪当诸 韩相爷 知情不报 包庇长女 罪大恶极 其罪当诸 来人 将韩家妇女押入大牢 王上饶命 王上饶命 老臣叫你无妨罪甘万死 还请王上网该一面 王上饶命 王上饶命 王上 子晴 刚才是你姐姐那么热 还有一滴 你想要王上求求情吗 子晴 子晴 王上 赶快带下去 带下去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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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王子呢 该当何罪 二王子 行事鲁莽 罚奉 两年 不 三年 父 这 总可以了吧 四王子已将所有军务 交给本王妃 剑此剑 如剑四王子本人 是 十三级统领禁令 归兵原位 严守王城 是 是 他怎么样了 你快说他怎么样了 你快说他怎么样了 你现在关心他还有什么用 姨子 你杀了殿下 我要杀了你 姨子 你又干什么 杀了 你 我们并不是在责怪 可是殿下现在生死未卜 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 你 你将如何自处 走 走 郡北远 别怪我 一定要没事 一定要好起来 我早就告诉过你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生活的地方与龙渊带路完全不同 这里发生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 我早晚要离开 我接近你 只是想从你那里找到回家的办法 你不必对我心存内疚 因为我也在欺骗你 利用你 让你变成现在这样 是非我所愿 你一定要醒过来 我还要和你并肩作战 跟你 给你真心做朋友 靳北远 你听见了吗 快点醒过来 好吗 娘娘 王上 王上 王后 情况怎样了 死亡府围得像铁桶一般 什么消息都打探不到啊 王上 如果这次北约 他要是没有挺过来 那 说什么呢 王上 臣妾也是说如果 毕竟老四今天在离审司 心口哀难一刀 着实伤得不轻啊 如果 老四要是有什么不测 马上派北辰 接管他的兵权 毕竟三大护军 不能群龙无首啊 是 陈谦这几日 抓紧去打探孙文府的情况 若是有什么变动 即刻来向王上汇报 好 四王妃也不知道 她是黑衣人 前院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后院呢 都到齐了 夺派些人 家境警戒 确保殿下安全 好 去吧 顾太医 他什么时候才能醒 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 为什么 你那一刀 伤了他的心脉 内宫权势 如果没有人 用内宫护了他的心脉 他恐怕 撑不过两个月 北约修的是 东海卢氏的独门内宫 除了东海卢氏 没人能护得住他的心脉 东海卢氏 真能救他 当年 东海刘仙岛的卢庄主 收殿下回徒 并把自己的内功 传授给殿下 也算是侵传弟子了 现在人命关天 我想 他肯定会出手相救的 你先回方去休息吧 我们商量着 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不用商量了 去刘仙岛 听令 去刘仙岛 立即动身 是 十日之内 应该能到刘仙岛 好 我们就这么定了 即刻护送北约 去刘仙岛 不过我们去了 这王城怎么办 这个你不用担心 王城这边由我来照应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北约不在城中 好 那 司徒公子 护送殿下 有我和影子 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还请司徒公子 暂且留下来 也好有个照应 留下来吧 好 那你们 路上注意安全 只要到了刘仙岛 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去 也要请卢庄主 救下殿下 准备出发吧 拜托 拜托了 影子 大运我 大运我 一定要好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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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上驾到 王上一大早驾临 不知有何旨意啊 紫晴见过王上 王后 紫晴啊 我呢 是来看看北越 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 这 这 卢宗盛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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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大夫 不行的话 我来吧 顾 夫人不可 夫人不必勉强 还是找个身强力壮之人 才能确保两不相害啊 你看 主子手指动了 好消息啊 方才庄主用内力稳住了主子的心脉 主子一无大碍了 好 这内力一旦恢复 昏迷就不会太久 只要安心静养 很快就会苏醒的 好 如何 我爹消耗了七尘内力 如今那人已经稳住了心脉 那个随行的大夫说 将很快会醒 你爹 这 消耗了七成内力 这 就一个外人 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 你到底在琢磨什么呀 廷儿 这刘先导的情会就要开始了 你想啊 你爹在这个结构眼上 把内力给一个外人 你不觉得奇怪吗 顾太医来信了 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已经登到 北约的性命保住了 但还没有醒 我还是很担心的 慎重起见 北约现在画面念背 你呢 那边怎么样了 有何进展 我是实在没招了 他那个随从 连门都不让我进 说没有安王这个人 我看啊 就算连北约本人去 又未必给他面子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说 这么难请 天鹊王与安王是亲兄弟 安王在天鹊很有威望 若不是他早年萌生退役 归隐于世 现在 还轮不到他 他来染痴 你若是能请到安王来镇守天鹊 你便可安心去留仙岛了 好 这样 明日 你守在府里 我亲自去一趟 你亲自去 嗯 有刺客 就你啊 你谁啊 老子既不如人 既然被你们抓住了 要杀要刮 随你们便 年纪不大 口气倒不小 快说 谁派你来的 我 我自己派我自己来的不行啊 要杀要变杀 废什么话 你这小子还挺厉害 院里院外都是人 还能让你给溜进来 来人 在 把他关起来 是 走 这有轻点 轻点 这个人不像是军北长和王后的人 他们不会傻到派个孩子过来 难道你和北越还有别的仇家 刚才屋子里的情形 这个孩子都看到了 你留神点 别让他给跑了 看来我明天得好好审审他 我去找安王 臭小子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你最爱吃的叫牛肉 小生 小生 要不 我替你去 哎 糟了 这 这臭小子 修子 不 Probably 他也不带过去 少生 只能到这儿了 世界最爱 应该就是这里 有人吗 打扰一下 你是何人 天缺韩子晴 想见下阿王爷 这里没有什么阿王爷 姑娘请回吧 小弟弟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麻烦通报一声 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里没有什么王爷 姑娘找错了 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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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王爷 我是天缺韩子晴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麻烦初来一见 阿王爷 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就不走了 娘娘 咱们真不走了 石榴 你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 咱们在这安营扎站 我就不信她不出来了 是 是 救命 救命 放开我 救命 救命 你喊不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救命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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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继续叫啊 再大声点 救命 救命 主子 主子叫我 叫我 你主子又来了 石榴 石榴 你什么人 为什么要帮我的人 姑娘 说话就说话 能不能不要动手动脚的 你别废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说不说 伸手不错 伸手不错 姑娘 有话好好说嘛 一上来就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 你叫未来可如何是好啊 别给我捉疯卖傻的 你到底是谁 你说不说 不说羞怪我不客气 把脚拿开 娘 娘 不好了 刚才我去厨房 拿雪凌草给您添糖喝 可是谁知 一个转身 雪凌草就不见了 啊 放在厨房 怎么就凭空不见了呢 娘 那个雪凌草 我是花费了无数精力 费了无数银两啊 你着急 娘怎么办嘛 谁拿了雪凌草 这大胆贼人啊 竟敢在庄子里心切 如果让我抓到了 我非要不让他拼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到底是谁呀 这肯定是被谁给偷了呗 偷 娘 你可别忘了 咱们家现在 不是还住着几个外人呢 就是 好啊 咱们真心待客人 都养出一帮贼人来 我找他们去 哎 你回来 哎 娘 慢点慢点 婷儿 你不能去 婷儿 婷儿你不能去啊 婷儿 婷儿 娘 娘 哎呦 哎呦 我的脚 娘 你没事吧 娘 你没事吧 娘 你没事吧 娘 你现在身子骨弱 可不能着急 我没事 你别担心 快去拦住你姐 行行行行 人家毕竟是客人 好嘞 快 我们去处理啊 好 愣着干什么 夫人快去休息啊 是 快去啊 快去 好好照顾夫人 是 您 您慢过 夫人小心 戏儿子 怎么快去 很男人 怎么那么iful 康儿子 我会走 她会让人消毒 行了 来 这是 altijd 我 在 大小姐 好啊 你们这帮贼 不是 大小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家主子病重 我爹娘拿真心带他 又是输送内力 又是民棍药草供着 你们怎么能恩将仇报 还偷我们家东西呢 我们什么时候偷你们家东西了 证据确凿 还敢抵赖 你们知不知道这株雪林草 有多珍贵 是我夫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弄来 给我爹娘补身子的 这你们也敢偷 你们也太不要脸了 谁偷你家东西 不行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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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我不知道谁帮她的 别说她的 你凭什么不像我吗 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老大 还有 还有晴儿 晴儿这是怎么了 好啊 这果然在你们这儿 狗奴才 拿着东西还敢打人 大伙爷 这肯定有误会 晴儿 快 老人果然做不得 这是白费了爹娘的一片真心 人造病祸 偷东西还打人 大小姐 我再说一遍 我们没有拿你们任何东西 这个药 不知道是谁放到这里的 证据确凿还敢抵赖 你们这是犯法 这 你还想不想扶证了 江臣 现在爹不在家 你来负责代理山庄事务 你说 他们该怎么处置 还能怎么处置 既然这证据确凿 就按着卢氏山庄的规矩版 那就辛苦二位啊 关上几天禁闭 带我家岳父大人回来之后啊 再做顶度 大伙爷 你这是要软禁我们 看你们谁敢 别说我们没偷你们家药 即便是偷了 要杀要割 只有我家主子处置 也轮不到你们来 你们要干吗 谁想都被处置了 大小姐 大伙爷 我瞧瞧你们了 我们家主子还在昏迷当中 这身边离不开人哪 看在我们主子和庄主的 那是试图情分上 能不能等我们家主子醒过来了 再由你们处置 这恐怕不妥吧 想得美 既然这试灵草 是在你们屋子里找到的 那就是证据确凿 必须要处置你们 不然这弱大的山庄 我该怎么扶众嘛 对 就该处置它 再说了 我们这么多人哪 怎么会让你主子没人服侍呢 是吧 影子 看来这山庄 咱们是待不下去了 去 请夫人来 小宗 你走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影子 影子 放开我 你 你 你 怎么了 大夫人 你要干什么 这是怎么了 咱们还抓不起来了 夫人慢一点 你要干什么 快 火焰山人啊 小心一点 咱们把火焰山人 夫人 快把谁躲上 夫人还跑起来了 夫人 你看 就是他不痛的 是啊 娘 他们被大姐抓了个正着 还要打大姐呢 娘 他们不禁头东西还要打我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娘 我们要人赃并获 这么多人已经看着了 必须按照炉石山庄的规矩处置 娘 你可不能放过他们呀 哎呦 你爹又不在 这可 哎呀 娘 今日若是不处置了他们 这难以堵住溜溜众口啊 娘 你可不能放过他们 呦 娘不能再犹豫了 我不是瞧不起他们几个 你说这三个孩子 哪个能堪当大任哪 我卢氏 要是想发言光大的话 那还是要既往于念碑呀 什么 你要把家主的位置传给念碑 若真是这样 就委屈二位 关两天禁闭吧 你们 切不可怠慢了人家 谁 还不得带下去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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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奴才也处置了 念碑身边 是不是得重新派人伺候啊 随便找两个丫头照顾得了 难道还要咱们自己人 贴身照顾不成 没停 此话不妥 再怎么说 这念碑也什么卢家的贵客 若是怠慢了 岂不让大家笑话 那依你说 你想怎么样 娘 不如这样 正好最近码头也疯了嘛 这小学得闲 不如啊 让我去照顾念碑兄弟 是啊 娘 这念碑是个男人 身边有个男人照顾 是再方便不过的 是啊 这若是姐夫忙不过来 我在外头搭把手就是 这样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念碑本就是爹娘的客人 这又生了重病 我们理应多加关心才是 娘 这苏你说的没错 我们可不能再怠慢念碑兄 那若日后他醒来 会是要开罪我们的 是啊 也罢 就辛苦你们两日 哎呀 你说说 这不惩罚吧 也说不过去 这惩罚了 念碑这边又 哎呀 娘 你已经人知意境了 亮他们也挑不出毛笔来 是啊 今日之事 妾不可张扬 说出去不好听 你爹那边也没法交代 关他们两日 以示惩戒 妾不可怠慢了他们 听见没有 是 哎 娘 夫人 娘 慢点 娘 慢点啊 好在之前灌了一剂药下去 不然现在早就行了 但若这药效不持续 只怕随时会醒啊 若不是今日大姐姐闹这一场 恐怕是真没有这个机会呢 哎呀 你就不感谢感谢我 那株血灵草 我可是费了不少的营连 谢你 王上驾到 不知王上驾到 子琴有失远迎 这边有礼了 本王 本王 整日在宫中 等候北约康府的消息 怎奈你们四王府跟铁桶一般半个字都送不出来 寡人呢 也是关心北约 这不就自己亲自来了 王上 四王子需要安心静养 如果有好转 一定向王上禀报 韩子琴 你就不要蒙骗寡人了 北约今日到底是什么情况 本王一定要亲眼所见 王上请您留步 我看谁敢拦我 老三 老三啊 多年不见 你怎么还是这么茅躁 王兄 你怎么在这儿 听闻北约病了 但王心里挂你 所以就回来看看 这不 刚来没多久 就听见你在这里过躁 王兄啊 误会啊 我这心里头啊 也是担心北约的病情 确实着急了点啊 北约无碍 但也需要静养 听说在李沈司 你们父子之间有了些误会 这个嘛 确实有点小误会 误会而已 在北约全狱 解了便是啊 不过北约现在的病 确实需要静养 这个时候 你们父子就不要见面了 让他劳了心事 你说是不是啊 王兄啊 你看我们兄弟俩 多年未见 这样 你现在随寡人回宫 一定要 多住些日子啊 你那里就不去了 我就住在四王府 住在四王府 忘了跟你们说了 从今天起 紫晴将专心照顾四王子 四王府相关政务 将全权托付给安王 王爷隐世多年 四王妃竟如此神通广大 能请王爷出山 四王妃的本事 着实令人惊叹呀 过奖了 本王若是再不出山 但难道眼睁睁睁地看着 天阙无人 就这么乱下去吗 王兄所言 难道是说寡人治国无方 我说老三哪 当年本王不与你争夺王位 难道你 以为是本王不辱你不成 本王是想远离朝政 暗乡晚年 无奈啊 实事弄人 本王是真不忍心看着 老祖宗辛苦打下的江山 就会在你手里 好了 王上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王爷何顺认真计较呢 都是军事兄弟 别伤得和气嘛 你看啊 我这个王兄 还是当年那个脾气 王兄啊 有你坐镇四王妇 一应事物 有人打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王兄 别生气了 这样啊 现在随我回宫 摆下宴席 咱哥俩多喝几杯 喝酒就不去了 就希望你今后 好好做你的国君 君就要有君的样子 是否不早了 王上还是早些回宫啊 那王兄就受累了 走 起驾 王上慢走 好 好了 这个韩子清 王上为君 乃安王为臣 王上为什么还反过来 让着他呀 安王虽隐居多年 不过这老家伙 在军中威望颇高 没声遍地 寡人对这位王兄啊 也只能敬而远之 不过 他年事已高 熬不过我的 这个女人 也不知道从哪儿把那老头弄出来的 今天就要走 我还是担心北渊 想尽快去看她 此情啊 其实本王看得出来 凭你的本事 完全可以协制住王上 即便北约不行 也可不天却周全 好了 那本王就等着你和北约 早日回来 好 那就有劳王爷了 多谢王爷 走吧 娘娘 你这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好好保重 有事即刻写新禀报 安文有任何吩咐 不可怠慢 宏医明白 好了 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主子 我也想和你去 你乖乖地听红医的话 还有那些孩子们 照顾好了 娘娘放心 水俩和冰团小子们 一定会好好守护四王府 等娘娘回来 要不要 我送你一张 不用了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了 路上小心 四王府就拜托你们了 多保重 我让你去 好 我给你来 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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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快起来 他怎么了 还好 脉将还算平稳 你们不是去采药了吗 哪里是采药 这些人 这些人要把我们给杀了 你胡说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竹子 山庄血灵草 无故出现在我们房间 然后这卢家大小姐 就硬说是我们偷的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我和老姑关了起来 这就罢了 如今竟派李管家 来杀我们 胡说八道 我娘素来为人宽后 怎么会因为此等小事 就来杀你们 证据呢 娘 这两个奴才 不仅偷了我们家东西 现在还血口喷人 咱们之前 之前罚他们 真是一点都不冤 胡说 我们跟着竹子 天下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纵使什么珍贵药材 我们即使要用 也不会下手去偷 竹子 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你说没偷就没偷 证据呢 那你的证据呢 当时雪灵草 就在他们屋子里 那不是证据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 没有人看见 他们偷雪灵草了 万一是有人故意 栽赃陷害呢 谁要栽两个奴才的赃 夫人 此事有疑点 还请夫人和家主 查明真相 你放心 待家主回来 定会明察 给你们一个交代 多谢夫人 还有 即便他们两个人犯了错 我夫君还病着 你们却把他们两个 都关了起来 身边没个贴旨人照顾 此举 是否有些不妥啊 其实 我的女儿素颖和姑爷江辰 一直在旁边伺候着 绝没有怠慢 江辰 就是那个在码头 不让我进山门 还想对我大打出手的 卢家大姑爷 你说 你把她怎么了 没怎么 只是她没有礼貌 张口闭口让我滚 我让她赔礼道歉而已 子晴啊 可能是有些什么误会 我这个大姑爷江辰 确实平时言语行为 有些莽撞 如有得罪 请您海涵 你怎么不分青龙造白 就冤枉自己姑爷呢 江辰负责看守码头事务 遇到不清不楚的人 自然是要多问问的 大姐 这块就是你的不对了 子晴好歹也是念北的夫人 这虽然未经邀请 擅自登岛 失了礼数 可也不算是不清不楚吧 你想知谁 颖子 在 你刚才说杀人 是怎么回事啊 李管家说 是奉命行事 至于奉谁的命 你血口碰人 没听 杀人 李管家为何要杀人呢 我听小厮说 好像是李管家平日里 与尹侍卫结了些私院 所以就想趁他们受罚 杀了他们灭口 谁知不敌 又怕爹回来责问 就逃了 你胡说 我和李管家私下 就没说过两句话 何时结了私人 这分明是 影子 夫人 此事就当是误会 只要人没事就好 子晴 你能体谅就再好不过了 你好好照顾念北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走吧 慢着 事情还没完呢 你说 你把我夫君怎么了 是不是他要教训你 你不服气 引起了争执 你错了 你的夫君 还没有资格教训我 我要揍他 他拍揍 主动赔礼道歉的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给我夫君没脸 你们两口子要是有点本事的话 还能躲在我们家来治病 惹恼了本小姐 偷偷给我赶出去 梅婷 我不管 你和爹一心向着这几个来路不明的东西 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你 梅婷 大姐 大姐 大 停了 停了 三子姐 你居然能打 我的居然能打 我跟他居然打 我不跟他居然 我居然 停了 把他回去 你 你快躺着 滚出去 子晴初来乍到 没想得罪大小姐 还请夫人见谅 子晴 是我叫你无方 让你见孝了 不过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的女儿 冲撞了客人 是她的不对 带老爷回来 定会家法惩治 请你放心 夫人言重了 娘娘 他们明知道殿下生病 身边不能离人 趁家主不在 还把我和老姑关起来 您为什么不当面戳穿啊 影子 有些事情啊 心里明白就行了 眼下 殿下在这里治病 不得不 照顾点体面呢 嗯 正是如此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受的委屈 本王妃 定会给你们讨个公道 谢王妃 可是 殿下的内力 早已恢复 却一直未行 却其中 必有蹊跷啊 什么蹊跷 刚才听卢夫人说 你们不在的时候 是由江臣和卢素颖看护的 是他们两个 整个卢家 除了卢家主 每一个人是真心对殿下 娘娘 此事定有一议 恐怕 殿下是被人下了毒 北渊 好久不见 天鹊 一切都好 可是 你为什么还不醒过来 郡美云 你快点醒过来 好不好 念别是我的徒弟 也是咱们山庄的贵客 你们居然趁着我外出 慢待他们 在下 在下 虽是个兽医 却饱毒诗书 精通药理 这些牛马呢 肯定不在话下 但人嘛 小绅刚才从房上 仔细看了一下 也明白了几分 别露锁 快说 他种的是 药毒 药毒 这炉家 可能有那鬼呀 这是若丹草 三碗煎成一碗 每一个时辰服用一次 应该就会好了 真的假的 信不信有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记性怎么这么差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在下百里尾声 上通天文 下通地 这龙渊大陆 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对 刘仙岛过一段时间 还有掌秦桧 我还会来的 不要说我为什么跟着你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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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破地方啊 哎呦 连个大典的书棍也没有 我让你别带这些破书下来 你骗不听 这山下又不比主院宽敞 这些东西根本就没地儿放 依我看 所幸啊 我们就回江家庄 也好过 在你爹眼皮子里受气 那怎么能行呢 我不回江家庄 你爹娘十天半个月 也舍不得买肉吃 你想饿死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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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来来来 哎呦 起来来 来坐 哎呦 别生气了啊 我知道 我们廷儿啊 这受不了苦 我也不忍你受苦 可如今啊 被他们逼到这不天敌 如果你都不说些什么 那我又能做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亭儿 纵然你爹有千万个看不上我江辰 也罢 但你好歹是他亲生女儿 怎么舍得让你 亭儿啊 我啊 是为你心疼 为你抱不平 没有 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 都怪那个女人 要不是因为她 咱们也不至于被欺负成这样 哎呀 那个女人啊 那个女人 我在码头的时候就发现 她绝非善累 你想 在别的地盘 还敢如此杂业 哎呀 就算我们现在不管 这以后 还能用好日子过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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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回江家庄吧 我不回江家庄 不行 咱们得想个办法 搬回主宅去 亭儿 如若我们要搬回主宅 那便需要把那两个人赶出去 这段时日我越发觉得 你爹和那个念北的关系 就是不一般 就一定就是 江城 这话你可千万别出去跟人乱说 我知道 不过啊 就算那个人与你爹 就不同寻常 这传出去 最多也就被刘仙桃几大世家 看个笑话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为何 你爹能反映着 如临大敌一般 你看 这好像泄露出去啊 是什么毁宗灭族的大罪 莫非 莫非什么 莫非那女的身份 有什么特殊之处 特殊 是不能让她醒过来 这只要她不行 就动不了咱们的利益 是不是 是不是 哎 平儿 累了吧 来歇会儿 为父啊给你 来 哎呀看看我们平儿的手啊 就是西平的人 怎么样 哎 娘娘 请 没错 娘娘 从药理上来看 这若丹草八成就是解药了 现在殿下买息大转 只要大量进步 苏醒至日可待 太好了 这百里猥慑真是太神了 只是这草药它治给了我两株 不 要不我现在下山 却要不得买些回来 等等 北渭被人下毒 和即将苏醒的事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娘娘 这若丹草啊 并不是难寻之物 我上山上在 一定能找得到 等殿下醒了 一定会查出是哪个狗东西下的毒 到时候也会把 用血灵草栽赃我们的人 一并拿了 哎 不用殿下开口我们也知道是谁 我们被关的时候 只有那个江大女婿和那个二小姐看着 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不能打草荆蛇 顾太医 你刚说 殿下虽然昏迷 但还是有知觉的 对不对 殿下现在徘徊在 未醒和四省之间 虽然未醒 但知觉肯定是有的 那我来他是知道的 我跟他说话 他也是能听到的 哦 能听到 娘娘 我现在就去采药去 嗯 哎 老公 我也去 哦 好 军卫月 你快醒醒吧 你要是再不行的话 我可要忍不住 把这卢氏山砖给踏平了 你也不想看我大杀四方吧 到时候可别怪我 到时候可别怪我 军卫月 我们的约定还没履行完呢 你可不能赖账啊 你就知道约定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军卫月 对了 你打算以什么样的身份 参加秦桧 对了 既然殿下 是秘密来到刘仙岛的 那我自然 也要隐瞒身份了 那倒也不必 这秦桧啊 广邀天下雅士 到时候 自然会有人认得你 我倒是认为 借此时机 让他们知道也无妨 来 来 替本文换上 好 Enc A A E B E E 我哪有羞涩啊 我哪有羞涩啊 我是你夫君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我还不习惯 好 我等你 等什么 那本王就等你习惯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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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秦瑟谷啊 对啊 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秦会 不仅仅是我刘千岛 在整个龙渊大陆 都是重要的圣会之一啊 也就是说 龙渊大陆各大家族都会出席 对啊 说是秦会 也可以说 是江湖各大门派 借机结交的盛会 只要是有头有脸的 受邀的家族 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子晴啊 看看这真是如何 你是谁啊 把酒给我满上 那任余氏 是靠大家接涉起家的 所以 在我们刘千岛上 各大家族当中 都留有笑柄 卢家主 卢氏排名 还是第一把 目前还是 可是近些年 我卢氏人定单薄 渐渐示威啊 这请啊 落座吧 好 岳飞大人 请 这卢家主对北岳如此看重 大概是希望君北岳 能为卢氏支撑门户 不然以卢家 现有的两个女儿 和一个女婿 前途确实看优 自行啊 快坐吧 好 这白氏的人怎么没来啊 这么大的生活 白氏是不会缺席的 你们见到白氏的人来了吗 爹 我平日里与白氏的人不熟 不知道 爹 这我也不熟 不过啊 爹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去打听打听 不必了 不知那白氏是什么样的人物 待会儿 都有好好见识见识 诸位 不辞辛苦 远道而来 自行啊 实乃我屈氏家族荣幸 那二位 也是曲氏的荣家人 秦老和色老 秦色谷历来以秦会友 以取代客 废话便不多说 一切尽在秦色之中 来 开始吧 他就是曲氏的首席弟子 离歌 天下第一寝室 果然是个气质超凡的男子 轩缘离歌 他果然来了 感谢观看 走 还有谁要上来挑战呢 百家小儿休得猖狂 他卢家没有儿子 我与世友 还有谁 还有我们海誓家族 卢家主 既然卢家是刘仙岛的众家族之首 本少主便再给你们一次长脸的机会 你们卢家还有谁 尽管上台 爹 我 我比不过他 这 只要是强行上场 恐怕 看来今日这扶桑种子 各位是拿不走了 卢家主 现在可愿承认 我白家为众家族之首 卢家都没有人压得住白飞药了 可刘仙岛第一的位置 真的要易主了 卢家主 您可是忘了念呗 他是您的爱徒 竟然是卢家的人 他今日不方便 那就由子晴替他出展 您觉得如何 那就多谢了 你是何人 韩子晴 韩子晴又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替卢氏出头 我夫君是卢家主的爱徒 师父的事自然也是我的事 子晴出战 天经地义 从未听说卢氏 收了什么外道的徒弟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这卢家的家事 还要向你禀报不成 就算如此 本少主挑战的是各家族少主 你一个女人跑出来抛头露面 不太合适吧 白少主是怕了我这个女人不成 笑话 我会怕你一见女流 卢家主 借建议我 子晴儿 多加小心 您放心 开始吧 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输了 你输了 好 也是 韩子晴 你跟卢家的招数都不会 凭什么代表卢家出战 封刃呢 你倒是指出来啊 我的因杀练得还行 估计骗过他们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竟然是个女的 既然让你多管闲事 我看你怎么死 真的 白费药居然是个女的 原来你白嫁也没有儿子 服了吗 一百万 多一个铜钱 我看你是来捣乱的吧 你是哪个家族的 多一个铜钱应该是值得的 神木价值连成 且种植异常间的 更难以存活 可再珍贵 百年也长不成参天大树 一百万多一个铜钱足以 好 一百万 零一个铜钱 大家可有人要加价 啊 这怎么可能会有人再加价 是是是是是 多钱了一样 这什么傻子 这怎么这么多钱啊 怎么可能差啊 成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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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带来这么多钱足够了 那这些东西是一百万 怎么跟人家比 这位公子 恭喜你 喜得神木种子 这 我 这什么 这 不是 秦司二老 此次竞拍的钱 我全部赠予秦桧 还望向哪 不是 好啊 好 那老朽 就谢谢这位姑娘了 不客气 诸位 老朽宣布 秦桧 圆满结束 刘仙岛 家族排位 卢氏 仍居首位 好 好 好 不是 哎 这这 这怎么就是我的了 好 恭喜啊师父 你应如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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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是怎么秦树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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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宜点儿 谁要 嗯 要不然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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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走了 我可是刚还啊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真是可笑啊 在加利林出发之前 我还指望你们 能为我卢氏赢得一二 看看你们现在 身为卢氏的弟子 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 啊 若不是韩子卿出头 今日 我卢氏的颜面 就让你们给丢尽了 哎呀 岳父大人 是江城实力不济 敌不过那白石 我也没有办法呀 哎 你说 这君北岳 会不会怀疑到 这下毒是咱们做的 害怕有什么用 彼此不认就是了 我 以那两口子的性格 你以为我们不认账 他们会罢休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会是要我一个人 出来顶罪吧 讲迟你一个大男人 你就这么点担当 可毕竟我又不是主谋 这 这再说 下毒啊 本就是你的主意 你蠢货 就算我肯出来顶罪 那两口子依旧有办法 把你和白大小姐的事 给牵出来 你以为当缩头乌龟 就能有用吗 反正啊 这若是查到我的头上 我自恃不认她 至于你和白大小姐 如何应对吧 那就看你们自己喽 起开 我自己来就行 怎么 你是本王的王妃 害羞了 也不是什么大伤 没事 这里没有侍女 只有我来帮你伤 我总不能叫老顾 我过来帮你擦药吧 同意 你让顾太医来吧 你同意我还不同意呢 痛不痛 不痛 不痛你叫什么 我没叫 我轻一点 那颗种子 你并不想要 为什么还要进牌啊 我若不叫家 轩原离歌 怎么可能会出来进家 原来 你一直打的都是 轩原离歌的主意啊 想让他当这个冤大头 是 整个秦桧 就你们两个最有钱 对了 今天突然飞下来 那傻子 是谁啊 他叫百里伟生 是个兽医 之前邀请安王 是他帮的忙 还有你中的药毒 也是他帮着解的 那看来此人 没那么简单 你今天出的 那是什么招数 你 是指医生 轩原离歌教你的 嗯 是 这真是把鸭箱 点着招都教你了 他教我弹琴 又教我印纱 又不收我学费 我该好好谢谢他 谢他 那我呢 我谢你干嘛 好了 嗯 嗯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谢谢你 帮我上药 你要谢我的 没天理呀 这让人怎么活呀 做个绅士 欠下百亿万巨款 我就做个热闹 这可怎么办呀 哎呀 哎呀 没天理呀 这让人怎么活呀 谁呀 还谈着墨琴这么难听 哎呀 没天理了 该死的不应景啊 谁呀 哎呀 哎呀 为世界千为何物 只叫我小乞丐走投无路啊 哎呀 没天理呀 藏天涯 你能听到吗 哎呀 没有那个实力 干嘛抢出头啊 你要是拿不出钱 秦司二郎 是不会放你走的 我也是悔不当初啊 我也是凑合热闹 都欠了人家一百万两 活该 哎呀 你帮帮我啊 你不帮帮我 我可我师弟就露宿街头了 要挨饿的 要饿死了 我们吃饭钱都是硬凑出来的 所以你待晚上来找我 是想让我帮你啊 是啊 真的 我要这一百万两拿不出来 那俩老东西 不知道怎么收拾我的 我得老死在这儿 老死就算了 以后怎么折磨我都不知道 哎呀小晴晴你帮帮我吧 你帮帮我 我都好晴晴呀 你帮帮我吧 帮帮我 你们两个这么晚了 聊什么呢 送开 秦北月 此事 找你也行啊 正是因为你 摆了我一道 才让我欠下了百万巨债 啊 哦 你 知不知道我还救过你啊 多谢 谢谢嫂子 那个 你 不打算表示表示 你想让我对你怎么表示 借了钱啊 我今天欠的一百万两还是拜你所赐 这天底下就是天缺死王子能救啊 没人能救我了 你 正好就当那个 药废了嘛 我曾有说过 需要你救我吗 啊 小晴晴 你看看这个人 怎么就不想理 一点感人的心都没有 得得得得得 哎呀 没天理啊 哎呀 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个兽医啊 你个兽医不天天在家治牛治马 你出来乱跑什么 哎 殿下此言诧异 身为兽医 那肯定要 学识渊博 这不周游四海经历增长见识 那怎么能行呢 什么叫乱跑啊 对不对 我觉得你还是 少说话比较好 我这还 哎呦 你这个人哪 你就怎么样 我知道我就 算了 以后有你们求我的时候 记住小晴晴 你欠我的 小晴晴记住你欠我的 哎呀 没天理了 哎呀 哎呀 没天理了 哎呀 没天理了 哈哈哈哈 我说你这人性格真好啊 什么人都能聊得来 你待晚上呢 来干嘛 我不来 你们两个还想聊多久 你吃醋了 我吃你的醋吗 他救过你啊 他救我又怎么样 本王可以替他还那一百万 真的啊 那我替他谢谢你 你是他什么人 凭什么替他来信我 我应该 跟他算是朋友吧 这个人以后少见 为什么 你照我说的做就是 说不说是你的事 做不做是我的事 你说什么 扶我起来啊 你 扶不扶 阿里啊 那韩子晴 你了解多少啊 二老 这是何意啊 他与木慈的相貌 气质极为相似 因此我们猜想 他大概就是 木慈的女儿 二老果然好眼力 这韩子晴 的确是师父的女儿 果然如此啊 当年弟子刚来秦色谷 学秦治病之时 年纪尚幼 对师父的印象 有些模糊 但当我初见韩子晴 便觉他有些熟悉之感 后来我与子晴 有过几次交道 听他谈起了母亲 才确定下他的身份 师父当年留下 吴征和血征两把琴 吴征我已经转赠给了韩子晴 也是希望他能够借此机会 继承他母亲的一波 你做得对 这大概也是木慈的喜愿啊 但弟子还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 烦请二老指点 你先说来听听 当年我刚来秦色谷之时 师父便已在此 但师父并非秦色谷的弟子 他与秦色谷有什么渊源 他是我们多年前 从海上救起来的 那时他飘在秦色谷附近的海域上 身上背着两把琴 已经奄奄一息 我们见他可怜便救了他 并把他留在秦色谷调养身体 他身体恢复以后 为了报恩便留在了秦色谷 为我二人洗衣打扫 他天赋异禀 极同音律 我们一度把他作为趋势的一波传人 后来东陵王室把你送到秦色谷来治病 除了替你治病调养身息之外 我们还把你交给他 让他教授你秦记 那他有没有跟二老讲过 他是从何而来 又为何会溺水呢 关于他的事他一贯艰口不严 似乎身世十分业密 我们也不好探究 就这样过了几年 有一天他突然失踪 只留下那两把琴和十卷琴谱 因你是他唯一的弟子 爹 别叫我爹 我不是你爹 你听啊 你听他说两句 娘 爹 我错了 爹 您打算如何处置江辰啊 我不处置他 经过此事 你已经看清他的嘴脸了吧 赶紧把事情了断 要不然 你就跟着他一起回江家 爹 爹 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老爷 你刚赶走了影儿 你刚赶走了影儿 现在还要赶走他们 老爷 你还让我让我活了 爹 爹 没听说了 他留下可以 你们何离 尽数 从今以后 爹家和江家 不要扯上任何一点关系 要不然 你就跟他回江家 你帮我说了 求求岳父大人哪 江辰 我才不跟你回江家 我们何离 你 你爱跟谁过 跟谁过去吧 何离 你想得美 我江辰啊 岂是你们卢家招之即来 会之即去的 卢家要赶我走 我偏要带你走 你要回去好好扯吗 你给我等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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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岳 岳 岳父大人 我不是你岳父 岳父大人 不 卢家主 请 好啦 不过 我在卢家这儿 做牛做马十几年 那我走的时候 这可否给我点 天斩步步 滚 你 真为卢家主感到痛心 我知道 你不希望是这样的结局 如果他们赴此女校 人家兴旺的话 你也不会管这一谈子事的 但是此时事关我师父 我居然遇到了 就不能不管 是啊 卢家主 卢家主对你恩重如山 我觉得 你这样做是对的 是想让你换过谈 这几天都发生了 你惹到了 这几天都要用了 好 做菜 我们立刻赶回来 尽绵薄之力 多谢四王妃 北月 子星啊 龙原大陆形势多变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如果在那儿待得不痛快的话 可以随时回到刘仙岛来 这里终归是一片安静之地嘛 感谢师父还有师母 这些时日的照顾 我会再回来看你们的 好啊 告辞 上车吧 驾 出发 网上 儿臣 参见 参见王上 起来吧 谢王上 你这是刚从刘仙岛回来是吧 正是 四王子行事好随意呀 这偷偷去了刘仙岛 也不知道跟你父王启会一声 这害得你父王整日担心你的伤 连觉都睡不好 儿臣让父王担忧了 是儿臣的过错 寡人还听说 你在秦瑟山谷的秦桧上 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有这事吗 确有此事 四王子 这身为王室子弟 却公然为江湖门派撑腰 此事传出去 怕是有些不妥吧 父王 这江湖各大门派虽然不设朝堂 但是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极其强大 我以天阙王室之名 替卢氏在刘仙岛得到了排名 从而替天阙王室 起到了震慑江湖各大门派的作用 这有利而无害的事情 儿臣为何不可作呢 你能为我们天阙考虑得如此周全 为父神感欣慰 对了 此次南兆庆典 你们可打算前往啊 儿臣今日前来 正是向父王禀告此事 儿臣会与子晴 按时 一同前往 你看看啊 这刚回来又要出发 辛苦你们了 王上啊 倒不必与四王子客气 毕竟南兆的情帖 是直接送到四王府 而非咱们宫里 可见整个龙渊大陆 都认得咱们四王子 这块金字招牌呢 挺会调事啊 四王子是天阙的王子 理应为国效力 不只是情帖 就算是战书 也直接送达四王府 难不成送公连 让王上亲自披挂上阵不成 这么晚了 殿下还没睡啊 过来 琉璃阁回信了 你看 查到什么了 这南兆跟别国的不同之处啊 它的每一个地方 都会用一个图腾来标注 这个 对应这里 冰坛 你的意思是 这个图腾 就代表冰坛 那冰坛和孤岛 有什么关系啊 我倒是还没有想到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但是你记得吗 咱们去秦瑟谷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梨商 还有这个图腾 想必它们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所以说 我们得去一探究竟 但是有个问题 这南兆 属于中年炎热之地 为什么会有冰坛这种地方 南兆一直以来 是整个龙渊大陆里面的奇幻之地 南兆的气候 还有地貌特征 都是非常独特的 这冰坛啊 只能算其中一处吧 这样听起来 倒是个冒险之旅 有本王在自然会护你周全 殿下 我可不是胆小鬼 我不需要你的特殊照顾 我要跟你并肩作战 就你 还跟我并肩作战 对啊 你知道这么多年来 南兆对于本王来讲 一直是一块心病 南兆表面上看来与世无政 但是南兆王 是一个非常有野心之人 嗯 南兆他们有药族 兽族 娇人族 每一个族里都有异能 只要在战时 他们的战斗力 会非常的凶悍 你在看南兆所处的位置 他们拥有天然的屏障 此地 一手能攻 要是真的打起来 依南兆当下的果力 可以说是无人能提 嗯 殿下 嗯 你果然神谋远虑 我怎么就神谋远虑了 我发现你最近这拍马屁的能力 是越来越强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 真心吗 真心 我觉得你这房间真的好热呀 好热呀 怎么这么热呀 这蜡烛太多了 殿下 我回去凉快凉快 川敬年儿 梁 小敬年儿 4天 多归 小敬年儿 3 我们 要 你盯着我干嘛呀 我实在不能从你身上 看到一丝一毫有关孤岛的信息 放心吧 浩南是咱们自己人 你的事情我都跟他说了 那你觉得孤岛人 应该什么样啊 我要是知道 你们还去南兆干嘛呀 什么态度 你研究了半天地图 可有什么发现 我查了南兆所有的史料 都没有关于孤岛的详细记载 那不奇怪 南兆本来就是个古怪的王国 那儿除了十年依次的庆典 不与周边国家有任何来往 天气炎热 毒虫又多 谁没事会往那儿跑啊 你啊 我 对啊 你说你这么大张旗鼓地 跟着我们去南兆 会不会有人过来追杀你啊 谁敢追杀我 天天缠着你的内围 去去去去 讨厌 走了 吃饭了 谁啊 别听他瞎说 哪有谁啊 嘿 我还不稀罕知道 哎 驴 师兄 师兄 你快点回来 师兄啊 你快点啊 驴 驴 什么 驴 驴跑了 驴跑了 驴呢 驴跑了 跑了 驴 你追啊你倒是 你 你 我上个猫测你把驴给丢了 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怎么把你丢了呀 那还不是都怪你 让你花钱雇个人 你不雇 哦 非得自己套吧 逃跑了吧 哎 跑了 怎么办 刘仙导的一百万两还欠着人家呢 哪有钱 饭都吃不起了 你雇 你当驴吧行不行 我 是 是 钱是花光了 事没办成 如今还要回南赵 要是南赵王怪罪下来 我还要跟着你脑梅 那你别跟着我啊滚啊 你不是不打算抓韩子清了吗 干嘛还要回南赵 不回了 不回南赵了 回天阙 回去了 回天阙 回天阙 不回南赵 不回了 他的恩我还没报呢 得跟着他 那几个老头 好久没见了 也想他们了 回去看看 哎 走着吧 不是吧 这还有 我看出来了 你就是舍不得韩子清 你就是 见色 妄厉 重色亲友 哎 师兄你走慢点 你等等我 你还没一个吕玉强呢 咱俩能撑友 走 你可打听清楚了 韩子清这次确定会来南赵 根据线报 韩子清和郡北约 算日子应该也是今天到 郡北约的名汇也是你交的 奴婢最快 是 是天阙四王子殿下 山水轮流转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韩子清好过 所谓求神问路 神谷就是祈求神明指点 为照净水的河流或湖泊海域 因每年净水出现的地方 都有所不同 所以要向神明发问 那如何发问 大祭司会将土王神庙的传世之宝 神蛇谷放在大石盘上 这大石盘 绘制了南赵境内各大地图 蛇谷移位到哪一个方位上 那个地方便是神明指点之地 帮助神大家 闺者 音乐 曲芝mat 音乐 吾 我 狼牙山 狼牙山 神明之路 今年的净水之源 是在狼牙山 没想到竟在狼牙山 以往的祭祀里 从来没有出现过呀 既是神灵旨意 自然要遵守的 神灵旨意 无须多说 今年的净水之源 就在狼牙山 狼牙湖 昨日 请大家一同前往 走吧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你放肆 你怎么答应管人的 王 王上 臣是将蛇谷引向物骨方向 可不知哪出了差错 这回蛇谷硬是不听使唤 臣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啊 试探韩子晴的陷阱都设在物骨 现在去不了 你说怎么办 王上息怒 臣妾倒是有个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起来说话 谢王上 王上 虽然之前 咱们打算将韩子晴引到物骨 但如今计划有变 物骨是去不成了 可是去狼牙山的路上 咱们要经过灵水河 也是一样的 亲妃娘娘 说得极是啊 虽去不了物骨 但灵水河的水 一样有毒 常人若碰了 不输半个时辰 定会丧命 更是极好的测试之地啊 这么说来 是要乘船了 在船上更好 若真是坐实了那女人的身份 就算有君北岳拼死相护 他们也是插翅难逃 今天好险 要不是我准备了一块更大的磁石 差点拼不过那药组长 怎么让祭祀之地定在狼牙山呢 你不妨从舌骨引鹿的方向 想一下 舌骨引鹿 十两 是 准备几块磁石 主子要多大的 半个手掌大小 是 多准备几块 殿下 进 殿下 娘娘 长明大人来报 说明日去狼牙山该走水路了 我之前看过地图 上面都是山路 哪来的水路啊 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绕道 走灵水河 可是这南赵王突然间改变路线走灵水河 究竟是为何 来 别藏了 出来吧尾声 你这猴 好些日子不回来 又到哪儿浪去了 这不想您 就回来看您了吗 我就出去一趟 当初 捡到你的时候 你才这么大 我把你养大了 你就是不爱学药 偏偏要去鼓的那些骡子马 我又把你送到兽族去学兽医 结果呢 你还是三天大鱼 两天晒了 该说要去抓什么孤岛人领赏钱 抓都没有啊 孤岛人又不是狗一把草 哪那么好抓 每次回来看您 唠唠叨叨的 你再这样我不回来了 谁稀罕你啊 我这不是 想让您过上好日子 还去当赏金猎人呢 我看你是要去寻仇吧 我不要钱 只要你能安安稳稳的 要知道 你的身世若被人发现 那就 那就怎样啊 我只知道捡到你的时候 你满身金光 一看就不是寻常小儿 直到我查阅了点餐阁所有书籍 才知道你小子 居然是早已灭了俗的金娇 这您之前说过 我只想知道当年为什么变命 我只听说当年孤岛人 杀了所有的金娇 并用他们心口的赤金鳞片 练了一把能量巨大的匕首 那把匕首呢 这我没见过 并且点藏阁的所有书籍里头 对此事也毫无记载啊 这不是尾声吗 几日不见 今天又到你师父这儿 打秋风来了 您见我何时跟我师父打过秋风啊